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本节的第三个考点是 识别和评估重大测暴风险当然是会计估计的 那会计估计的重大测暴风险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大家不停的问自己 它的重大测暴风险就是估计的不确定性 因为我们在第一个考点当中讲了会计估计的性质 它是缺乏精准计量的手段 它拿出来的是一个金额的近视值 这个近视值是估计出来的 或者是能够得出来一个说服性的 而非结论性的 作为管理层 它也只能拿出一个说服性的 而不是结论性的金额 因为它缺乏精准计量的手段 所以会计估计的重大测暴风险 就是它估计的不确定性的程度 会计估计它天生就不能精准计量嘛 所以它就是估计的 它估计的不确定的程度有多大呢? 是不是大到不靠谱的程度呢? 所以会计估计的重大测暴风险 就要这么去想 对 那么它的估计的不确定性 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这种表达是非常有特色的 好 那么这种估计的不确定性 大家注意 就是它的重大测暴风险 作为注册会计师来讲 它要分会计估计的性质 我们最熟悉的 比如说直线法具体折旧 固定人预计使用20年 你看预计使用20年 是有假设的 进禅值是零 这也是假设的 然后直线法提折旧 这就是模型 直线法就是平均折旧 就是指它的这个模省是直线的 那么这个在这些数据和假设方法当中呢 就有做出来了每年某类固定展的折旧率 比如说5% 你这是怎么来的 估计的 估计有没有不确信呢 有 你怎么知道它使用20年呢 你怎么知道它真的是直线法呢 你怎么知道进展值是零呢 那么有的时候固定展报废的时候 我还要花钱呢 它进展值不仅不是零还是负数 这些都是在 比如说直线法是直公式 进展值是零 预计使用实线是20年 这就是有假设有公式来的 会计估计它就是这么回事 而我们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是会计估计 但是呢 它的估计的不确定性不是非常高 还有更高的呢 我们最知道的就是 对未来要预测的 比如说商业的减值 好 那么大家注意 高度的估计 高度的判断 它那个公式我们都不知道 没有得到认可的 等原因导致的 就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所以 我们把这个考点叫什么 识别和评估重大执暴风险 你不能说就是识别和评估 重大执暴风险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得让自己明白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么大家注意 17章第一节的重大执暴风险 长得很奇怪 它的重大执暴风险 就是由于会计估计本身的 含义决定 它的估计不确定性 那我们就要评估 什么因素导致 它的估计不确定性 碰到哪些事项 它的估计的不确定性 会增加 当A和B 相运的时候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A就有高度 估计不确定性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考点 是什么 比如说 简单的说 叫识别和评估 会计估计的重大执暴风险 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了让大家有感觉 画一个图 从这个图当中 我们知道 好像是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把它 教材的文字 画了一个图 识别和评估 会计估计的重大执暴风险 会计估计的问题 就是估计不确定性 估计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 当中我们就找什么 我们最担心的 不是类似于 我们刚才讲的 固定产的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 这些还不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就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那你怎么知道呢 我们从两个角度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 就看 我们把教材的文字 画成了这个图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再来熟悉教材的文字 估计的不确定 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影响因素 一个是考虑思想 就打个比方 我们常常中国老百姓 说一句话 当你想睡觉的时候 就遇上了一个枕头 那不就是大憨吗 你想睡觉 就碰到了一个枕头 那不是好极了吗 那不就睡觉呗 那就打汗了 对不对 当我们说 这两个因素 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它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快期估计了 这个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快期估计 就是刚才的两个因素 一个是考虑的因素 一个是特定的四项引起的 好 一个是考虑因素 一个是考虑的四项引起的 好 最后化学反应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先把高度估计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快期估计的举例 看一下 反过来 我们好像可以理解 当你瞌睡 就给你一个枕头 产生了化学反应 这个A是什么 这个B是什么 好 我导回去给大家看 因为比较臭香 估计不确定性 有影响因素 有考虑思想 当A和B 在某一些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种 估计不确定性当中的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好 那么是什么 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呢 对 我们先揭开它的面纱 比如说 这个估计是依赖 高度依赖判断 高度依赖判断的 那是什么呢 诶 能不能举例呢 固定资产 直线法的拯救 不是的 比如说 收入确认 是不是的呢 可能 比如说 预计 预计的负债 可不可能呢 可能 好 比如说 利益的减值 特别是 商与 商与减值 大家记例子 它是怎么 预计的呢 他搞了一个计量技术 但是 是他 自己搞的 不是社会 未经认可的 当然我们说 未采用 经认可的计量技术 计算的会计估计 当然我们什么东西 都可以把这个账 算在谁呢 张指导公司的存货 我们对 张指导公司的存货 耿耿于怀 它是怎么搞出来的 太不靠谱了 我们写ZZD 不写中文 好 这是第一个 是高度以来判断 第二个 那个公司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计量技术其实就是公司和模型 第三 待会讲 第四 第四是什么呢 高度专业化的 他自己搞的模型 做出的供应价值的会计估计 因为我们说供应价值的会计估计呢 这个内容大家只是听懂 它实物操作不会让你去估计的 不会说 你用这个特定的自主开发的模型 做出供应价值的会计估计 我们神经里面不会考具体操作 但是我们会说 你高度专业化 自主开发的模型搞出来的 供应价值的会计估计 就是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因为它符合A和B 这两个 一个是考虑的因素 影响因素 一个是考虑思想 好 像这四个当中呢 第一个 第二个 第四个 它都有关键词 作为考试就是考试了 考试就是要你把答案搞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要聪明一点 你就看这个关键词 你哪怕不能举例子 但是你能看清楚关键词也是可以的 这个例子是肯定要背的 因为它是送分题 一二四 要背下来关键词之外呢 第三个要理解 第三个 它是什么呢 除了一二四还有个第三 就是我对上期财务报表中 类似会计估计进行符合的结果 与实际的存在很多差异 但是他没有说 这后面是要翻译的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层在本期做出的会计估计 其实这个老师已经给大家讲过例子了 大家一定要记例子 否则真的是很难办 等于说写的中国字你不认识 你看了看不懂你怎么做题了 我们现在不是要考试吗 做题要得分 所以这个老师已经举过例子了 只是这种表述呢 有的同学是第一次看 上期那你就说上期呗 只要说时间呢 你就画时间走 这是2022年呗 2021年呗 对吧 财务报表日 这个我会画吧 1月1号到12月31号 上一期是什么呢 上一期也有个1月1号啊 也有一个12月31号啊 对 我们就翻译这句话啊 翻译 那上一期是哪一年呢 2020呗 举例呗 上一期类似的 会计估计的结果 与原来当初的判断 存在很多差异 那其实他是反的说的 因为我是审计2021年 在2021年 被审计单位 比如说预计负债 他有一个300万的预计负债 是什么呢 是由于生产安全导致的事故 人员的死亡 伤亡要赔钱 那我们就说 这个300万是不是高度估计的呢 是的 你咋知道啊 因为在2020年12月31号 他做了一个会计估计 他做了一个会计估计是多少呢 假定说是500万 后来这个500万预计的结果 真实的情况是多少呢 假定说真实的情况4800万 那你说 这个300万和500万 是同一个性质 类似的 上一期的500万 最终落地是4800万 那本期的300万 那就不得了 那见鬼了 所以我们说 我们把本期的300万 要作为 这个预计负债 要作为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因为历史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这个例子也给大家讲过了 文字你要训练自己 好 我们知道 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会计估计很可能会导致特别风险 但不一定是特别风险 我们还要先看一个题 我回头再就讲前面的原因 高度估计 具有高度估计 注意啊 高度 首先是 会计估计就是估计 会计估计的重大车暴风险 就是估计不确定性 就是首先我们要理解 这个会计估计的 重大车暴风险 是什么 是估计不确定性 我们最担心什么的 估计不确定性 高度的 那么哪些属于高度的呢 刚才说四个例子 一二四找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高度依赖判断 第二个关键词 未经认可的计量技术 第四个关键词 是什么 自己搞的模型 是不是 模型 采用高度专业化的 被整体单位 自主开发的模型 做出来的 会计估计 公允价值的 会计估计 但是大家看 选项地 缺乏可观察的 输入数据情况下 做出的 公允价值的 会计估计 耶稣语 耶稣语 他有一个祸 你要么那个模型呢 是未经认可 要么你的数据呢 是未经观察 总的来讲 特不考读 这是2018年两分 对不对 两分的题目 好 那么大家注意 我要评估 会计估计的 重大扯报风险 我的手段是什么 一二三四 四里面 第三个 第四个 符合上级会计估计 符合上级会计估计当中 就是我们看啊 我们找到了 通过符合上级的 会计估计 我们找到了一个 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好 那么这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你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图17-3 请看 这个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刚才已经说了 有四个例子 也有两分的多选题 你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是从估计不确定性当中找出来的 这个估计不确定性你怎么找呢 我再提问 影响因素和考虑思想 那影响因素有什么呢 我们提问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有六个 考虑思想有什么呢 你要评估它的重大出发风险 它的重大出发风险 就是估计的不确定性 对不对 可以考虑的思想呢 有四个 六个因素 四个思想 四个思想 六个因素 我们用笨的办法 对吧 六个因素和四个思想 最后我们就要 筛查出 我就筛呀 筛查出 这个筛查 筛查出 会计估计当中 我们要对付 这个高的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对 然后我们就应对 会计估计的时候 请注意 我们对高的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它可能是 特别分析 可能不是 所以我们都不能放过 不能放过 这个考点 大家知道 解释了 是什么 好 那现在考虑的因素有六个 那你就抓关键词 因为不确定的 影响因素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了 高的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当中有判断 有假设 有计量技术 对不对 有预测 有数据 有数据 这个数据呢 如果是缺乏观察的 如果是公认的 外部独立来源的 和可观察到的 和不可观察到的是不同的 如果数据是不可观察 大家注意啊 数据是不可观察 也就是我们第五个和第六个当中 如果数据是不可观察的 那可能是高度估计的 好 计量技术是什么呢 是自主开发的 还是公认的 对吧 预测机的长呢 很长很长 比如说活100年2岁 但预测机越长 约不确定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会计估计对假设 变化的影响 会计估计对假设 变化的敏感程度 哦 它这个重大假设 它又很偶然 啊 很偶然 这个 那就 越不靠谱 好 判断好理解 所以大家注意 从考虑因素当中 你再归纳总结一下 哦 肯定有一个判断 是不是 有一个判断吧 有 假设 会计对假设变化的敏感 程度是什么呢 你这个假设 其实有 未来有不确定的 很多种情形 你只有一种情形 哦 你太依赖这个假设了 这个假设一旦变化 那就麻烦了 哦 假设变化的敏感 就是依赖的意思 好 你尽量技术呢 是自己开发的 谁都看不懂 反正未经认可 你的预测器呢 活一百年二岁 大家都知道 一百年二岁的公司 愿景是哪一家公司 你们都知道 对吧 如果不知道呢 你去摆住 反正那个是 某爸爸说的 某爸爸啊 好 再就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快递估计 搞出来的是一个金额 假定做期末存货八千万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两个字 叫数据 这个数据呢 请注意 数据有来源和性质 外部独立来源 行业公认的 那可靠 自己搞出来的 而且缺乏可观察的 那就不可靠 所以这几个关键词 你要理解 好 那么在2018年 我们考到了 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刚才 刚才这个多选 你看到吗 我再把这个多选 给大家看一下 2018年 网络回忆版 有两分 哪些是高度估计不确定 硬的 同时 在2018年呢 因为我考到了 它不是 它不是这个 网络回忆 它两套卷子 其中一套 考了哪些 属于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这四个例子 那么 还有一个题 就是说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程度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刚才是说 六个 六个当中 你完全记住 没必要 你记关键词 有必要 第一个就是什么 判断 对吧 第二个呢 假设 第三个呢 有没有预测期长短呢 预测期长短 我说了 102岁 就是要教大家 记例子 然后在考场上 有反应 你预测未来越长 越不确定 对不对 还有呢 你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算出来的是 一个金额的近视值 你要不要数据啊 所以这个ABCT都是的 你怎么知道啊 因为你把这个影响因素 六个呢 你进行了分析 第一个是判断 第二个是假设 第三个是计量技术 还有预测期长短 还有数据 什么样的数据是可靠的 什么样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有对比 好 按理17年这个题呢 也是 估计不确定性程度 一看就知道 如果是估计不确定的程度 有哪些因素呢 六个 六个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判断 那我来找 有没有判断呢 没有 第二个是什么呢 假设的依赖 你对假设的依赖 比如说 二狗子给他女朋友讲 如果我中了一个五百万 我就给你买一个大大的钻戒 那你这个钻戒呢 他对这个假设 五百万就高度依赖 是不是 对 好 还有数据 肯定要有数据 计量技术 没有说利用专家 是不是 利用专家 是不是利用专家 不成为估计不确定性 专家是指会计审计领域 以外的 那么 会计审计里面 也要利用判断 所以他有一个判断 并不是利用专家 利用专家是什么呢 是我要了解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而不是 估计不确定性的程度 所以这些知识点呢 他就会撞车 对 那么通过这两个题 2018和17 告诉你一个道理 背关键词 首先你要知道 这里会考 考选字题 六个思想 想办法归纳总结 要考判断 要记关键词 好 你看1817年都考了 那接着来看 考虑的思想有四个 四个是什么 就是说会计估计的实际 或者是预期的重要程度 比如说商与减值60个亿 你说这个会计估计 对你做这个会计 是二狗子来讲 重不重要 那肯定要考虑 因为它是高金额 高风险 高判断 只要是高高高的 都叫重大 知道吗 都叫重大 都是要考虑的 好 第二个 会计估计的金额 与住者会计师预计的相差很大 我预计的跟他已计的相差很大 好 管理层做出会计估计时 是否利用专家的工作 最 这个是考虑四项 注意了 同学们 刚才的2017年的题呢 这个题干是考虑的因素 因素是六个 四项呢 是四个 如果你不把它盯着不理解 真的不太好做题 是不是 是的 好 利不利用专家来是考虑的这个四项 好 对上期会计估计记忆符合的结果 对会计估计符合的结果跟 相差很大 本期有类似的 就是老师反复在举的 是不是 上一期估计五百万 结果呢 四千八百万 我的天哪 跟这么大 对 本期有类似的一个会计估计三百万 那这个三百万我们要锁定 因为上一期类似的 跟这个三百万 类似的上一期五百万 最后落地是四千八百万 这太不靠谱了 这个要不要实际呢 要 你为了得分 你得实际 你不实际没办法 记什么 关键词 好 再回来 因为很多同学说 真是记不住 理解不了 好 大家注意 十七章第二节 十七章第一节 太讨厌了 省记会计估计 你首先要评估他的风险吧 对 他的风险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估计不确定性 是他的定义决定的 那我最怕什么的呢 最怕特不靠谱的 讲给自己听 那你怎么知道呢 塞查 怎么塞呢 考虑因素 六个 四项 情形 四个 假定是考虑因素 叫A 情形呢 叫B 这个A加B的化学反应 就产生了高度 决定的会计估计 老师反复讲 就是为了你理解 理解 能记住 能拿分 没有第二个意思 太不好拿了 这个分数 你如果不 不把它理解 不把它盯住 不好拿分 好 这是本节的 第二个考点 那么 我采用了 风险评估成绩 我相关活动 就评估重大测波风险 这个图要掌握 对不对 这个图要掌握 好 我拿着这个 手段 这是叫什么呢 叫手段 贵纳总结 总结贵纳 你有几个手段 你有几招 你一招一试 你有多少招 我有108招 好 留 你留 那么作为 住宅会计师 审计会计估计 去找重大测波风险 它有几招呢 四招 这个 风险评估成绩 和相关活动 是你的手段 你拿着这些手段 去了解 了解 了解 符合 干嘛呀 评估重大测波风险 会计估计的 重大测波风险 优势什么呢 就是估计不确定性 那么你最担心什么呢 在估计不确定中 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那你对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你要怎么办呢 我要应对啊 你应对的程序有几个呢 四个 请注意 我应对什么呢 我应对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那我肯定是要应对的 那你有什么程序呢 我一般程序四个 还有呢 特别风险呢 我还要加 这个不披露的 也是错报 因为评估错报的时候 这个披露的问题 你要披露你的假设 你的数据来源 你的模型 你的计量技术 否则人家知道你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接着就来看 本集的第四个考点 应对 你应对什么呢 所以一环一环的提问 我应对什么 应对他 应对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那什么是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呢 就是估计不确定性的程度很大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有手段 你有几个手段呢 四个 四个手段当中 本期要了解了解了解 以外 还要看上一期 你有多少招呢 四招不多 没有108招 好 我们用这些手段 去评估会计估计的 重大执报风险 然后呢 我来应对 好 应对的时候 大家注意 就是程序了 怎么应对呢 四个程序 你说这个图 17-4 要不要背呢 要 因为这个图 本身可以靠选择题 对吧 请看题 题目的提看说什么呢 他说应对 重大执报风险 我要问你啊 反复问你啊 那会计估计的重大执报风险 是什么风险呢 就是 估计 不确定性 这就是会计估计的 他的病情 就是这个 注意啊 会计估计的病情 和17章第二节 关联方的病情 不一样 我们审计会计估计 如果把他当一个病人 他的病情 就是什么 估计的不确定性 那我也要问大家了 那我们17章第二节 审计 关联方 他的病情是什么呢 他的病情 跟这个当然不一样 他就是会隐瞒 关联方关系 还有呢 粉饰这个 关联方的交易 对 他是隐瞒 他的关联方 他不披露 住在团体上 还要去找 他隐瞒了的 关联方 关系的 这个关联方 对 好 大家注意哦 17章第一节的 这个重大测暴风险 和17章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完全不同 好 大家看啊 会计估计相关的 重大测暴风险 是什么 是估计不确定性 你最怕什么 高的估计不确定性 的会计估计 那你怎么应对 你看 这题目叫应对 但是他说了 不能应对 应对的是四个程序 好 应对的四个程序 各位 在基础班 你一定要解决 比如说 17章第一节 他的体系是什么 他的结构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然后他的考点是哪些 这个考点叫什么 有哪些程序 要求 比如说这个 应对的有四个程序 你把这些 搞清楚了以后 你还要把它的 关键是背下来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正面会说 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四分之四 我把它盯住 那我用这四个程序 去看这个题 我就知道了 第一个 你看啊 我教你们看 截至审计报告日 发生了的 当然这句话 也是一句鬼话 后面要展开 什么叫截至审计报告日 已经发生了呢 他要翻译一下 还要翻译两下 对不对 是的 他说截至审计报告日 我们的话 时间走 你审计哪一年呢 因为我们住的关系 是审计的是年度 财务报表 好 假定是2021年度 审计报告日 在哪里呢 各位同学 你经常画图 你不画图不可以 你经常画图 假定吗 我总有一个时间 2022年3月5号 那么这个会计估计 他说是截至审计报告日 已发生 等于说 在2022年3月5号 是我审计报告日 之前已经发生 因为我在接近 审计报告日 或审计报告日前 我要对重大的事项 要去确认了 不是等到3月5号去发现 这个气候事项 这也是气候事项 也是未来 等到未来来确定的事项 我要跟踪的 因为我觉得 12月31号 他做出的快递不计 是高度不计不确定的 快递不计 我要应对 应对当中 我就去跟踪 跟踪这个事项啊 12月31号 预计负债500万 结果呢 在这个点 在这个点 这是什么时候呢 2022年2月2号 在2022年2月2号 我跟踪以后 发现法院判决了 判决了 要求赔多少钱呢 赔1800万 那么这就是 节制审计报告日 已发生的意思 因为他预计是 500万是12月31号 已发生是什么 已发生就是这个肚子里的孩子 生下来了 就像有的 有的小伙伴说 泄货了 对不对 泄货了 这就是老师 要给你翻译 截至审计报告日前 已经发生了 发生就是有 确准的证据 表明的意思 对 那我们说 我要应对 会计估计的问题 如果截至审计报告日 法院判决赔了 1800万 你在12月31号 预计了500万 那么这就是 截至审计报告日 已发生的 什么叫已发生呢 法院判决了 一定有确准的证据表明了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预计负债500万 2月2号 法院判决 1800万 赔款 那么这个相差 1300万 那么有 这叫中文怎么说呢 截至审计报告日 有确准的证据表明 这个事项已经发生 我们就可以评价 这个500万 是恰当还是不恰当 我应对了 好 再举个例子 被审计单位 12月31号 对于产成品存货 预计了 或者是做进行的减值测试 记忆体的存货 叠价准备 多少呢 600万 举例啊 那么截至审计报告日 也就是2022年3月5号 那我反过来 在审计报告日 2022年3月5号之前 我要对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或者风险较高的会计不急 我要去审计啊 你这个600万 是低了 还是恰当 还是高了 那我们知道 是产成品存货 对不对 你当时寄了600万 那么截止 在12月31号之后 这个价格还在什么 还在往下跌 但是跌的不多 那就证明 那就可以支持 你这种产成品 在12月31号进行减值测试的时候 它的可变性减值是低于了成本 知道吗 它还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 你当时机体的 是靠谱的 知道吗 如果说 你这个资产负债表日后 你的价格怎么样 你当时机体的 你是600万 但是在 2022年3月5号审计报告日前 根据市场价格 否定了你这个 你600万 你恨不得机体 6000万 所以我们 通过 市场的 这个价格 我们就推算 它的可变性净值 比照它的成本 我们发现 你这个600万 太少 对不对 也就是相当于 你这个600万的 会计估计有错吧 是经过什么呢 截至审计报告日 已发生的事项 有确准的证据表明 老师举两个例子 翻译一句话 截至审计报告日 发生的事项 能提供证据 还是不能 好 我们马上 跳动一下 跳动一下 看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要打开 四分之一 截至审计报告日 发生的事项 是否提供 我们说 可能提供 还有的情况 不清楚 不可能提供 对吧 如果可能提供 比如说老师讲了 法院的判决 你当时预计500万 这个法院判决 1800万 那么之间的 这个差呢 叫什么呢 有确准的证据表明 那这个就是事实错 你不是还要评价错 我们跳动一下 对 那我把这个事情 跳动一下 这是四分之一啊 应对的措施 有四个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 我就在审计报告日 前 我要去确认 你12月31号 你预计的这个500万 在12月31号 有没有确准的证据表明 这个500万 当时具体的是恰当的 还是不恰当 我们有 确准的证据 对吧 发生的事项 提供了确准的证据 比如说法院判决 或者是说 期后不久出售 被替代的产生品 某产品的全部存货 你这个存货 积极的叠加准备600万 然后我在 审计报告日前 这个存货全部卖掉了 卖掉了以后 反过来看 600万不行 应该是6000万 那我就反过来 因为在12月31号之后 这种产生品呢 你全部出售了 市场说了算 在审计报告日前 已经发生了 你这个东西都变卖了 那反过来 你12月31号 你这个600万 和你最后变卖了以后的损失 可变卖净值 你应该是 6000万 可是你只提600万 那就说明你少提了 当然也可能说 你当时预计600万 那么资产负债表日后 这些产品全部卖了 是亏了 就是你的可变卖净值 低于成本608万 那我就估计 当时预计的600万 还是对的 如果是 你的可变卖净值 低于成本6000万 那你这个 当时预计的600万 就少了 这个叫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要翻译的 对不对 你只要翻译 听懂了 这些文字 你就可以理解了 好 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事情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还要观察 对吧 所以在审计报告日前 我还不知道 那么到什么时候知道呢 可能是 审计报告日后 那我继续跟踪 但是这个事项 如果是一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呢 那我要做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 因为在审计报告日 这个事项还没有 没有进一步的往前发展 我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能提供证据 截至审计报告日前呢 我们就有 我们有四个程序嘛 那么就用后面的点估计 和区间估计 来应对 这个截至审计报告日前呢 就应对不了了 没错 好 我再导回来 我怎么应对呢 我有四个程序啊 我第一招打出去 一招一试 我有一招 出了一个牌 截至审计报告日前 这个 12月31日的会计估计 截至到审计 审计报告日前 有没有确准的证据 表明它是恰当的呢 这就是第一招 我们发现 审计报告日前已经发生了 那么就可以来证明 当时的会计估计 是不是OK 没有发生 还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是一个高的 估计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哦 那我右手就要做点估计 或去点估计 好 老师教你啊 这是给你跳动 好 那我们跳动一下 大家耐心一点啊 我们来跳动啊 跳动 跳动到哪里呢 跳动到第七个考点 好 这是为了理解 因为太不好理解了 知道吗 跳了第七个考点以后啊 还不够 我们还要看一个图 跳动啊 跳动 为了把 为了把刚才的 那四招搞清楚 是不是 好 看一个图 这个图啊 大家注意 因为 因为12月31号 这个500万啊 是一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但是在审计报告日前 没有证据 那我也要去评价 这个500万 那我拿出来一个点估计 假定是2000万 因为他 截至审计报告日前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但是 但是这个500万呢 风险很高 所以住宅快递是要做点估计 来应对他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招 刚才那个截至审计报告日前 是第一招 好 我能做出点估计 如果我不能做出点估计呢 反正这个500万 是一个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 那住宅快递是要做一个区间 假定我们的区间是2000万到2200万 我拿这个区间去评价 这个500万 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住宅快递是 应对会计估计 重大筹报分析的第四个程序 对 用图 有了图 有感知 那么我们就好理解 因为不好理解 是的 好 刚才给大家 已经跑到后面去了 好 再来看 请看图 17-4 我怎么应对 评估的 会计估计的重大筹破风险呢 我怎么去应对呢 我要实施一项 或多项 你为什么实施一项就够了呢 比如说 在审计报告日前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吧 这个事情发生了 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女孩 几斤几两 他都卸货了 知道了 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了 我这一招就够了 对吧 这是打比方 不太恰当 而我审计的这个 应对的 这个会计估计的重大筹破风险 这个会计估计是一个什么 会计估计呢 高度 估计 不确 定性 因为会计估计的重大筹破风险 就是估计不确定性 我对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我是肯定要应对的 我有一招 说完了 还有 我对高度估计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我还有一招 就是刚才讲的 我右手要做出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甚至我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好 四分之一和四分之四记住了吧 对 你这个会计估计是什么呢 期末存货 八千万 对吧 家庭说 八千万不算多 他商与减值六十个亿 对不对 那你这八千万 你这六十个亿 你是搞出来了一个金额吗 是金额 那你的金额 你的数据 你这八千万也好 期末存货八千万 你商与减值 记得四十个亿也好 你不是都有金额吗 对啊 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我要测试 你是如何做出会计估计的 那你觉得是如何呢 注意啊 我教大家 他这个八千万也好 六十个亿也好 他要不要模型呢 模型其实就是 也可以理解为公式 或者叫计量 技术 模型公式 尽量技术 这三个词 你都要记住 就是 简单的理解 就是搞一个公式 好 你有公式 你没有假设吗 有 因为你预计 预计预计未来 所以你要有假设 或者叫重大假设 好 还有呢 你要不要数据啊 没有数据 怎么搞出金额来肯定数据 这就是四分之二 哦 我要看 他是如何做出会计估计的 哦 他是如何做的 他是利用专家做的 利用专家搞出来的 他有公式 计量技术 或模型 他还有假设 他还有数据 他搞出来 期末存货八千万 或者商业减值六十个亿 你就这么想 会计估计最后算出来的是一个金额 管理层算出来的这个金额是一个 点估计 他不可能是区间估计的 比如说期末存货 金额八千万 比如说商业减值 记得了六十个亿 他是怎么搞的呢 一定要有模型公式计量技术 有的说模型 有的说公式 有的说计量技术 你一定要假装知道 肯定有假设的 重大假设 还有呢 数据 无非就是可观察还是不可观察 无非就是外部的数据 还是内部的数据 对 这就是我们的四分之二 好 我们跳动到四分之二 管理层 我要测试 你是如何做出的会计估计 什么会计估计啊 不就是那个八千万吗 说了那么神秘 对 什么会计估计 不就是商与减值六十亿吗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因为会计估计是个啥东西啊 管理层缺乏精准 准计量的技术 他拿出来的一个金额的进市值八千万或六十个亿 那请问啥子都知道 你要搞出八千万六十个亿 你不去 你肯定要有数据啊 是的 这就是第二招 对吧 好 我们就看他的数据 我们就看他的模型 公式 计量技术 我们就看他的假设呗 你没有这些东西 那个八千万 那个六十个亿出不来 好像好理解 理解了 对 好 我又回到这里来 请看 回到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是非考不可的 他要考建大 他要考中和 考单选读学 就是你怎么应对 快递不及的重大招牌风险 四分之一 四分之四理解了 四分之二 我们以八千万六十个亿 你搞出来的是一个金额 你要搞金额 你要有公式吧 公式要说的文章周理 叫尽量技术或模型 你要有假设未来 他有哪些重大假设的情况下吧 还要有什么 数据 我们举了个例子 二狗子就骗 他的女朋友莉莉 如果我中了五百万 大奖 我就给你买一个大大的金 那个钻石戒指 金戒指就算了 对吧 但是他是有假设的 他中不了呢 对不对 你要中不了五百万呢 如果我买彩票中了五百万 那么我给你 买一辆车 买一个大大的什么 不是假的 是大大的这个钻戒 向你求婚 我的天哪 中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对不对 他就有重大假设搞出来的一个估计 对 还有第三个 测试控制并实施实质性程序 对 那么我们说 你的十字音程序当然要具体化 那四分之三 这个地方是不用展开的 你就知道 反正就是检查呗 计算呗 分析呗 对吧 有四招 好 应对的 这个应对重大车暴风险 他还喜欢跟什么一起呢 注意啊 评估 评估快捷过去的重大车暴风险 和应对的是完全不同的 评估的有几个程序啊 评估的有四个 还记得吗 所以我要反复的告诉你 评估的就是图十七纲暗案 你有几个手段呢 四个手段 了解了解了解符合上行 这是评估的 那应对的有几个手段呢 应对的 第一个 截至审计报告日 发生的吗 肚子的孩子 歇货了吗 生下来了吗 是男孩 还是女孩 是公主 还是王爷 还是 还是这个 几经企业啊 对吧 这一招 如果已经发生了 那好 那是最好的 没有 没有 截至审计报告日 这个事情还不确定 但是呢 这是一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我是一定要去做 估计的 我要么做点估计 我做不出来 我就要去进估计 来评估他的这个管理层的点估计 好 四分之四 这个也记住了啊 四分之二 刚才讲了 你要做出一个金额的净时值 比如说 八千万 比如说商业减值六十个亿 你怎么弄出来的 它不可缺少 什么公式模型尽量技术吧 假设吧 数据吧 对 好 测试控制 因为你的会计估计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固定站折旧 某一类固定站 那么你是有 你是有这个控制的 这类固定站使用多少年 进产值是多少 什么方法提折旧 它是有一套控制的 我再重新计算固定站的折旧 那不就是四字形成续吗 因为固定站的折旧 不就是会计估计吗 只是它不是高度估计 不确定会计估计 对 好 总的来讲 老师反复倒了这个图 就想大家 一要记住 第二要区分啊 应对重大车暴风险 和评估重大车暴风险 完全不同 好 应对评估的重大车暴风险 和评估重大车暴风险的手段不同 好的 那请大家看 我不能应对的是什么 因为符合上期的是评估 评估的不是应对 好 必须跳动 没办法 请开黑板 符合上期会计估计 那么这样的问题符合上期的 当时的500万 最后尘埃落定4800万 今年的这个300万 我评估为高的 不确定的 快据过去 符合上期是为了评估 是做风险评估程序和相关活动 是为了评估 不是应对 好 评估的有四个程序 应对的有四个程序 那么你看啊 不能应对的 因为你符合上期的 是为了评估 不是应对 不是应对 快据过去重大车暴风险的程序 那你一秒钟就知道了 因为你把这个图啊 看懂了 理解了 对不对 符合上期的 快据过去的结果 属于风险评估程序和相关活动 是不是 那不能应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举例 生活当中 生活无处不省计 比如说 有一个人咳嗽 就是做X光 请问你拍了个片子 拍了个片子是干嘛呀 是去评估 你的肺部正不正常 那你做了一个X光 虽然 甚至是做了CT 你那个咳嗽好了没有 没有 我做X光和CT 是为了评估 不是为了应对 我评估之后来应对 是不是 比如说 上海 有一例阳性 核酸检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核酸检测 那请问做核酸检测 是为了评估 还是为了应对啊 我天天做核酸检测 这个阳性的病人 能不能好 不能 因为核酸检测 是具诊断 这个 确认这个病人 感染新冠肺炎 病毒了没有 是不是 不是应对 那怎么应对呢 首先还要 第一步 就要隔离它 因为它有传染 好 把它的传染的途径 给它切断以后 怎么应对啊 中药 西药 吃蛋白质 多睡觉 放松心情 多管齐下 这叫应对 你做核酸 是为了什么 核酸检测 是为了评估 不是应对 对 我符合上期 会计估计的结果 如果与原来 管理层确认的相差很大 我是为了评估 本级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高度估计 不确定 会计估计 所以你听懂了以后 一辈子就懂了 如果你不懂 你的文字就听不懂 我看这个每年考试 是很难受的 对吧 好 那我刚才讲了 你应对评估的 会计估计的 重大策划风景 你一个程序 可以搞定 哪一个 四分之一 如果发生了 那么这个确准的证据了 你就可以应对了 某一个思想 他说没发生 没发生 又是高度估计不确定的 那我就得 做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去评价 好 他不是高度估计不确定 他是择旧 那我就看 他的公式是什么 他的公式模型 假设 还有呢 数据 他是指线法 他是20年的预计 使用寿命 他是零产值 那我知道了 那我就测试呗 对吧 这是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我要测试管理层 他的这个控制 还要做实行 四分之四 待会再看 好 这个题不是考了就考了 他是永远有 知道吗 应对会计估计的 重大测试风险 和评估 会计估计的 重大测试风险 各就各为 我们永远要考的 好 那么第一个 我应对的第一个 四分之一 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对吧 跳动到 四分之二呢 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你那个商业 简直60万 你是怎么搞出来的吗 有数据吗 有方法吗 有模型吗 有假设吗 那我就对你这四个 全部进行测试呗 好 那你 我要测试你的数据 你数据怎么来的 是不是 好 会计估计是一具模型 没有 没有 什么叫模型 对不对 是一具模型做出来的 可能你这个是可观察的 可能是不可观察的 你看模型数据 上期的符合的结果 本期 是不是有效 还有呢 这个 性质相似 单项不重要 数量众多的 哎 这个也是数据 好 计量技术 在某些情况下 贝斯尼单位 它的计量技术 我不一定认可 它的计量技术是未经公开的 行业不认可的 可能采用不同的 估计 所以我们可能要了解 你为什么采用 对不对 以及评价 它恰不恰当 这是计量技术 应该采用公认的 它采用的是未经认可的 第三个就是模型 这个模型刚才已经讲了 是不是公开的 是不是经过 认可的 它可能不是 它可能不是 对不对 好 还要评价 假设 注意 这个假设 也是喜欢考的 我们刚才讲了 二狗是说 如果中了五百万 就给她的 这个女朋友 莉莉 买一辆车 再买一个什么 钻石的戒指 向她求婚 因为老师刚才 特意没说房子 五百万买房都买不了 搞个车 搞个钻戒 求婚吧 有的人什么都没有 就拉一个横幅 挂在一个墙上 花不了多少钱 就说 莉莉 我爱你 你嫁给我吧 是不是 结果莉莉 可能被感动了 但是如果 二狗子说 如果我中了五百万 我未来一定 把这个五百万 全部用在 怎么怎么 这都是有假设的 这个假设 有单向假设 是不是 单向假设 是不是合理 假设 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 还有 这些假设 汇总起来 和其他的假设 请大家注意 合不合理 对供应价值的 快递固定 假设 是否恰当的反应 可观察的 这个市场的假设 因为你可观察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教材当中还说了 在评价管理层 使用的 供应价值 供应价值 会计估计 那么还要考虑 这个 做出会计估计基础的 假设的合理性 这个里面 有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 特定市场 输入的数据 还有呢 你这个 是不是一致 还有假设的来源 还有假设 使用的假设 和相关信息 这个不是重点 好 我们刚才讲了 应对的程序 有四个 是不是 第四个 就是我们说的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那你做出点估计 和区间估计 你是 作者快递师 要做出点估计 你还不是要有假设 你也要有方法 你也要有模型 对不对 你也要有数据 要不然你作者快递师 怎么搞出来了 一个金额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使用的 这个假设 这个模型数据 有不有 跟非神尼单位 管理层一致呢 所以有一句话 如果使用 有别于管理层的 那我要了解 确定 你做出的 这个点估计 相关的变量 来评价 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存在的任何 重大的差异 就是说 你作者快递师 还是要搞一个 点估计 或区间估计 那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你要搞出来 人家是预计了 这个商业 减持60个亿 你说 你说80个亿 假定啊 你的80亿 和他的60个亿 都有假设方法 模型数据 他肯定都有 但是呢 你80个亿 跟他的60个亿 金额为什么不同啊 因为你的假设方法不同 为什么他的方法 你不认可啊 因为他的方法 是未经认可的 他是自主搞的 模型搞出来的 你用的呢 是认可的 搞出来的 更合理 就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前面讲到了 如果截止审计报告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 快递估计 不适应于顶估计 那就要搞 区间估计 因为他是一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性的 我们是一定要去审计的 你要得拿证据说话的 好 那我做区间估计 区间估计呢 首先一个问题 你这个区间呢 应该恰当 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区间不恰当呢 举个例子 请看 二狗子参加考试 这是零分 这是一百分 他考完了 不是二狗子 二狗子弟弟啊 三狗子 我说老三 你考完了 省计多少分 他说 很难说 反正不是 零到一百分吧 那么这个区间 是不恰当的 没意义 对不对 因为你区间太大了 我卷子什么都不做 是零分 我全对是一百分 你考的肯定在这个区间 你最后 改卷子的 是 可能 我们要的是可能 落在这个区间 还是 是 你落在一个 什么样的区间 你这是 你的分数改出来 肯定是零到一百分之间 这个 我们不是要这个区间 我们要一个什么区间 你的分数出来 假定说我的区间是 这个 二狗子的弟弟 考出来 是多少分 假定说这是 五十分 这是多少呢 七十分 他考多少分 六十一分 你的区间是五十到七十 对不对 然后他考出来的分数是六十一分 他落在这个区间 你五十到七十 这个区间才缩小 是不是 那你五十到七十 为什么你的区间是五十到七十 中间隔二十分呢 是这样的 他这个中间隔的分数的 是不能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的 这个实际执行你的区间 你不能 你五十 七十 你这个区间 相差 是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你开始说的零分到一百分呢 之间 这个区间大了 不合理 因为要大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就是这个意思啊 等一下 我们用文字说 先从图上找到感觉 好 我要缩小区间 缩小到 缩小到什么呢 这个区间范围内的所有结果 我认为是合理的 对吧 这个 考试的分数不太好理解 换一个例子啊 请听 请听 1月1号 12月31号 2021年度 被审理单位管理人预计多少呢 500万 住审管理人做出了一个区间 估计 在什么时候呢 审理报告日前 因为这个500万是一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我们一定要有应对程序 我们在审计报告日前 做出了一个区间估计 请听 是多少呢 请听 2000 到2200万 结果 注意啊 你3月5号之前 你做出了一个2000到2200万 你做出了一个区间 因为我们会计估计是金额嘛 多少元 刚才举了个例子是形象化的 让你的理解考试的分数 对不对 什么叫合理呢 你当时预计赔款500 结果呢 你在3月5号之前 法院没有判这个 你在假设模型数据 利用专家的工作 你估计出来 假定说是2000万到2200万 什么叫合理啊 最后法院判决 假定说法院判决是 6月1号判决 假定啊 多少呢 法院判决 2050 懂了吗 哎呀 最后法院判决是要赔 2050 你的区间是多少呢 2000到2200 这个就叫合理 就是未来 这个数字就在你这个区间 你这个2000到2200的区间 就是牛 直至该区间范围内的所有的结果 均视为合理 你就落在我这个区间 牛 牛 牛 哎 你最终法院判决是多少啊 赔款 2050万 你判断是多少呢 2000到2200 被审理单位预计是多少呢 500 少了 知道吗 因为我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个 那点估计2050呢 哎 我这缺乏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只能做出区间 只能做一个 做的块地是只能做这么一个区间 所以大家注意 为什么要做一个区间估计 能听懂吧 好 讲了例子 听懂了 那么什么叫我的区间 应该缩小 缩小 足够小 然后呢 最终的结果就落在我这个区间 那么我这个区间就是牛的 那怎么说 怎么就搞出一个区间呢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把不可能的都去掉 然后让我的区间呢 缩小 直至所有的结果 它最终的结果就落在 我这个2000到2200 因为法院的判决是2050 你看我这个区间是2000到2200 合理吧 合理 那你为什么是2000到2200呢 你看啊 你的区间是2000到2200 那你为什么你的区间不是 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刚才老师举的例子是 2000 你的区间到2200 而法院判决是多少呢 2050 有的同学说 你能不能把区间更缩小啊 有的同学说 你就说到2050 那没那么牛 因为预计未来的思想 是不是 好 那你能不能把区间缩小到 比如说 202000到2100呢 那比这个区间还小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需要 我能缩小就缩小 我2000到2200也是可以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这个区间的程度 是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 我能够缩小 越小 我是要有数据的 对不对 是的 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的就够了 知道吗 如果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200万 那我的区间够了 当然 如果实际执行的是100万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就就得缩小到100万 你的区间不要足够小 足够小到一个点 那最好 如果说 比如说极极特殊的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点 2050那你留啊 那么我这个区间是多少呢 我的区间是2000万到2200万 为什么呢 我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2000 对不对 是200万 我这个差距 就是等于或者是什么 低于实际执行就够了 我这个评价是适当的 这是缩小的程度 好 这个区间估计 不大于实际执行的 什么叫等于和低于呢 就是不能大于它 不大于 也就是等于和低于的意思 难以缩小至低于某一金额呢 缩小不了 为什么你缩小不了 模型数据假设方法搞不定呗 好 某些特定的行业 我将这个区间缩小至低于某一金额 很难 很难 可能意味着于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 导致呢特别风险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选择题啊 题目的题干 我们要特别找它的特征 区间估计 做出区间估计肯定是右手 据评估管理层呢 它肯定是点估计 这是左手 它在财务报表日做出的 我们这个区间估计是在审计报告日前 做出的 右手 所以 会计估计的问题是两只手 会计估计是管理层在报表中 做出的会计估计 审计会计估计是右手 我们右手要么做点估计 要么做区间估计 左手管理层肯定是点估计 所谓点估计就是它的进入 比如说我们老在说啊 期末存货八千万 比如说某一个上市公司 它商与减值60个亿 它做出的就是一个点 所谓点呢 就是某一个金额的意思 那作者会计是能够做点估计 最好做不出点估计 去应对这个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呢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做区间估计 好 关于区间估计 它是这么说的 评价管理层的点估计 作者会计是做出的区间估计 可以使用 你管理层不同的假设 对的 这是对的 做出的区间估计 包括所有可能的结果吗 二狗子的第一题考试 他跟我讲 他说老师 我的分数是零到一百分 那废话 这个肯定是错的 对吧 好 如果我难以将区间估计缩小 因为我们要求它 等于或低于实际执行 它说很难 那么我往往认为 它是特别风险 这是原文 刚才讲了原文 是不是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住者会计是可能缩小 区间估计到某一个点 那厉害 这肯定是对的 所以这里的每一个选项 都要重复考的 好 2017年考了两份 区间估计 好 区间估计是右手 对左手管理层的点估计 进行评价 左手的点估计是一个 在审计报告日前 没有发生的事项 我没办法做点估计 我就做区间估计 好 正确的有 比如说 住者快递子 做出的区间估计 需要包括所有可能的吗 这二狗子的弟弟 考完了神迹说 老师啊 我考的是零到一百分的成绩 那废话 这反复考是不是 好 B 我可能缩小区间估计 直至点估计 是对的 我缩小 等于或低于 等于或低于 不大于 什么 实际执行的中央性 不是才外表整体的 好 我可能使用于 有别于他的假设 所以对和错之间 清清楚楚的 大家注意 那么我怎么去应对 会计估计的重大抽暴风险 截至审计报告日 这个已经卸货了 这孩子已经出生了 是一个女孩 六斤八两 很漂亮 很清秀 皮肤也好 这个截至审计报告日前 我行程结论之前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这是最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到 那我要做点估计 区间估计 或者我要测试 他是怎么做出的估计估计 一经数据 特别是公元价值的 会计估计 对不对 好 我要测试控制 和实质行程序 这四个加在一起 会靠选择题 简答题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应对评估的 会计估计的 重大资宝风险 是估计不决定性 特别是高度 估计不决定性 我怎么去应对 一般程序 几个 四个 那么还有的 特别风险的呢 我还要做程序 那在下一讲 给大家讲 好 那么四个应对的 一般程序 大家要背下来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